想問說因為有傳出不分區路可以固裂 那你有說讓子彈再飛一下 看他可不可以辯護過去 所以是辯護過去就會固裂不分區 另外怎麼看說外界認為說 假設他真的進到國防外交委員會刻不一樣 這一題其實我們一樣 常常說我們是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方 我先講第一個概念 今天在中華民國 如果拿到國民身分證的人 那你說他沒有參政權 那我們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也知道說社會上有這個叫氛圍等等 所以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會當不分區立委 我們在初期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內部的那個叫慣例 就是說既然有正義 不要讓他去參加國防外交委員會 可是如果他是去衛環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 這個我想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第二點 第三點是這樣 我每次說每個人都要替自己辯護 我常常說我們給每個人機會 可是行不行也要靠你的能力 我們海選的精神就是我們給很多很多機會 所以遇到問題要能不能替自己辯護 能夠 能夠比方說面對這種記者的詢問 他也要能夠去回答 所以每次說政治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你有沒有辦法去說服你周邊的人 對選舉來講是你要說服選民 但是我還是講那句話 如果我們讓一個人有身份證 然後跟他講說 你雖然有身份證 但是你沒有很多權利 那這個是我們就表示我們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這是我個人的信念 媒體爆出說裡頭有一位前中國幹部徐春瑩 那是不是有要搶深藍選票的意味 因為他過去其實也在國民黨有工作過 那另外有了解到說他在中國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嗎 因為他自爆說過去的工作性質比較特殊 還有配車 會不會擔心說被質疑有一些國安疑慮 每一個人權都可以接受檢驗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我大概今天早就要看一下徐春瑩自己好像有發聲明 他還是一樣 每個人要替自己辯護 這第一條 第二條 我是一個很物質的人 我跟大家講 目前在台灣陸配大概是36到38萬 再嫁一個老公成二 再生一個小孩子就變成三 所以是這樣 如果我們2300萬人口裡面 有超過100萬跟陸配是有關的 既然他佔一個人口這麼大的比例 為什麼他不可以有代言人 所以這是我在政治上一個 這個思維跟很多這種傳統政治人的不一樣 為什麼一定要一開始就把一些某些人化成敵人 所以你看我們今年的那個總統大選的口號 共融社會國家勢力 共融社會精神就是說 我們用比較大的包容的態度去包含所有的人 所以不要說陸配 我們這裡台北市就有四萬名印尼來的看護工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會辦那個開災節 很多人跟我講說那個又沒有選票 花那麼多錢去辦什麼開災節幹什麼 這是一種政治思維 我們要讓在這個地只要住在這裡 喜歡台灣認同台灣 他就是台灣人 你何必一開始要把說這個是敵國的 這個是根本非我族裂 如果這種態度 你知道台灣作為一個多元的社會 從歷史上到現在 永無零日 你年紀比較低 比較小 我們當年為那個本省外省的紛擾 紛擾了幾年 不少於四十年 不少於四十年